朝鲜15号连续第二天在朝韩东部边境进行了射击训练 从韩国一方也能看到炮弹的硝烟 所以韩国对此表示非常关注 认为是威胁 朝鲜官方媒体当天报道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近日在东部亲自指挥了东部防线部队进行实弹炮击训练 在韩国东北部高城郡边境地区 可以听到从朝鲜一方不断传出的射击炮响 从当地天文台职员拍到的画面可见 朝鲜一方的群山之间不断冒出浓烟 这已是朝鲜连续第二天在同一地区进行炮击训练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明氏15号指责 朝鲜在如此接近非军事区的地区射击 就连游客也可以看到炮弹落海引发的水柱 对韩国构成威胁 另外朝中社15号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近日前往东部最前沿部队 朝鲜人民军第171部队 亲自登上哨所 查看训练计划和火箭炮配置后下达了射击命令 朝鲜方面指 实弹炮击训练的目的是检验驻守东部防线的炮兵部队 是否做好准备 以火力打击越过海上军事分界线入侵的敌人 而金正恩对炮击结果表示满意 他表示 这次训练让他确信 朝鲜人民军已做好万全准备 韩联社分析说 金正恩亲自指导的这次炮击训练 极有可能就是朝鲜在14号中午时分 在韩国高城郡一带的非军事区北方界线附近 进行的炮击训练 期间 朝鲜向半岛东部海域 发射了100多枚火箭炮和海岸炮 但没有炮弹落入韩国海域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凤凰卫视频